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着我带给你希望 请打开希望大门 有请主持人一平大剑 等着我 多温暖的三个字 我们感谢大家 一直在等着我 这个平台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的成千上万的志愿者 我们的警察 还有我们数亿的观众 这都是我们巨大的力量 即使这样我们也非常着急 因为在我们的巡人平台上 已经有四万多个巡人者 在等着求助 我们的力量有多大呢 我们自信 我们有中央电台 这个大的平台 我们有广大的亿万观众 我们有所有的朋友相互帮助 我们相信 等着我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加油 我们 你们 等着我 就像你达也说的那样 其实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的爱心是无限的 我们需要数以一几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帮助我们处理 所以在这要告诉您的是 在我们的节目录制和播出的同时 我们的多部的热线电话 都会一直在线 等待着您的来电 除了之外 还有我们的手机APP 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 我们的微信 微博的官方平台 等等等等 都在同步的运行 如果您有任何的巡人需求 或者有任何的巡人线索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赶紧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有请 今天这类求助者上场 欢迎他 我叫福秀华 我来这里 想要找到我的家人 是什么让他与家人分离 颠沸流离的生活 他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遭遇 我过着很多年流浪的生活 我最大的愿望 是想找到我的父母 有请 这颗漂泊的心能否回家 他和父母是否能够再相见 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 一平安 你好 你好 请坐 你是哪人啊 东北的 东北哪儿啊 黑龙江 黑龙江哪儿啊 记不起来了 多大离开家乡的 十多岁 十多岁 现在在哪儿 在山东威海 好地方啊 是不是 多大了 二十六 二十六 找谁啊 找我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嗯 十几岁离开家的吧 记不太清了 记不太清了 那当时是怎么回事 是走丢了 还是被人拐了 是 自己走的 自己走的 自己离开家的 因为 我家里们 情况 比别人家特殊 我家里们 挺穷的 啊 穷到什么份上 吃不下饭 别人家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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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走的时候 因为家里面很穷嘛 我家里面连灯都 就是 点灯没有 没有电 嗯 连平常的家用手电筒 都没有 嗯 那你一看家里挺穷的 就出来了 出来是想逃避 家庭穷呢 还想给家里挣钱 给家里面挣钱 那你那么小是 不会自己出来的吧 跟着谁出来的 当时是村里面邻居 不哭了孩子啊 好日子都来了 不哭了 谢谢老师 嗯 不哭了 多漂亮的孩子 当时 是邻居家的儿子 从外面刚打完工回来 嗯 刚打完工回来说 那时候我说 我想出去打工 给家里面 挣一点钱 改善一下家里面的状况 嗯 是等于邻居家的小伙子 就带你出来了 当时他给了我一百块钱 嗯 完了之后 那是第一次见到一百块钱 是什么样子的 嗯 去我们过去以后 他就想跟我出对象 我还小也不懂 自己也回不了家了 当时 第一份工找的什么样的工作 第一份找的工作是 纺织厂 那等于白天 你在纺织厂工作 晚上就去他那 对 嗯 那个时候你多大 你没上学吧 没有 没有上 一天都没上 没有 后来你跟他结婚了吗 没有 也没有 嗯 说是当年 我做这一年工 当年你会把钱给我 嗯 结果也没给 没给我钱 没给你就离开那了吗 没有 他经常打我 打你 打到最厉害的什么样 最厉害的时候是 闪了我两个耳光 你现在自己有家吗 没跟这个男朋友好下去 我没有跟他 是我自己走了 自己走了 嗯 我跟他分的 不跟我分 没办法 那我从 差不多 平常家里买二层楼的高 我从那里跳下来 没摔着 腿划坏了 也摔坏了 也买了 嗯 挺那么 就那样子 差不多一楼墙的高 我又是 摔着砖 爬上去 又跳下去 走的 那你这么逃跑 跑来跑去 没有钱怎么过呀 孩子 没有钱的时候 睡大街 睡小亭子 饿的时候 就会 剩下喝的 矿泉水 那后来找男朋友了吗 现在有 现在有哈 这些都跟你男朋友说过吗 说过 是吧 我们看看这男孩在吗 我们上来认识一下 这叫姜伟 哎呦 委屈的 快来抱抱我们的 这个 来 来 往这边坐 我一听你这危害话 还有我那苦什么 你能保护他吗 我保护他一辈子 保护他一辈子 听见没有 孩子 保护他一辈子 来 妹妹你往这 让他坐下 你知道他这么苦吗 知道 你看他 他心灵上受这么大的创伤 他心愿是找到他父母 你能理解吗 能 能理解 这个男朋友对你是一般意义上的好 还是 因为一般像你这种孩子很容易制作 还是对你真的很好 对我真的很好 我有时候上班 会很累 回到家的时候 我对家就会给我弄一盆热脚 那个 热水洗脚 热水会亲自给我洗脚 我比较喜欢吃海鲜 我对象就会自己亲自下海里面去过了 去过我抓海 海神什么的 我就想 我现在给他的不是一个完整的爱 为什么 因为现在 他还没找到他的爸爸和妈妈 他心里过不去这一块 对 有时 有时做梦都哭醒了 也给我吓了一跳 我都问他 我说怎么了 他告诉我 做梦梦见妈妈 所以呢 我就一直想 把他找到家 这样 我觉得 我给他的爱 才是一个完整的爱 好 请站到这来 和你对下一块吧 看看大门里 如果妈妈在 你就能看见她 如果不在 我们继续找 那时候想 我关什么也不懂 他告诉我 昨晚梦见妈妈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我最大的冤枉是想找到我的父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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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妈妈坐到这儿来 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 女儿丢了多少年了 想她吗 今天 女婿看着了 这不是寻找到父母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家庭负担 你看 父母都没有生活能力 妻子 你还能接受她们吗 能 我曾经说过 我不管她的 以前 我只看的是她的现在和将来 我也曾经对她许下过这样的承诺 找着父母的那天 我想向她求婚 我不管 我不管 我的未来的张母娘 跟老张是什么样子的 我还会对她和你猜一样的 嫁给我吧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上 最简单的求婚场面 一对年迈残疾的父母 未来的孩子将承担很多很多生活的压力 李老师我这样啊 你说手艺计划 你像代表咱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收集的话 给这两位老人捐两万块钱好吗 你跟妈妈 好吧 你跟妈妈说一声 在这屏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一种光芒 真的非常感动 今天这个对于她来说还有一个更好的事情 因为这么多年她在外面流浪 她没有身份证 她要是说真正想跟她结婚的话 实际上她都没法结婚 找到家了之后 实际上她就有一个自己的身份 她可以就是说 堂堂真正地嫁给这个男孩的 是吧新华 高兴了 我是杜蒙县公安局一新派出所的 由于福修华女士没有那个出生登记 我希望福修华女士尽快到杜蒙县公安局一新派出所去申请 出生登记 立即会为你那个补落人口信息 好 谢谢警察叔叔 谢谢 过去那些苦难 不准把它变为仇恨 善待每一个人 先孝敬父母 会做到的 会做到 我一定会好好相信我的爸爸妈妈 李老师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个女孩从她走出来到现在 她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的委屈 但不管怎样来说 看到她的父母和看到她这个时候 你会理解 人性有的时候就是只能坚持地往下走 不管残缺是什么 也不管你碰到什么 只要一直往上 她一定会走得很好 给妈妈抱着 妈妈抱着 立刻漂泊已久的心 终于找到了齐薄的港湾 曾经的不幸已经过去 祝福这位勇敢的姑娘 永远幸福 谢谢你们了 谢谢 找到爸爸妈妈了 我很高兴 我会好好孝敬他们 不管家里什么样 这个家由我来考 我们看看下一位求助者是谁 有请 女老师好 你好 美女 这是我特别从台湾带来的伴手礼 有没有能吃的 能吃的 凤梨酥 你给赵老师送过去 妹妹 你是从台北来的 你叫什么 我叫荣依萍 荣依萍 能问今年多大了吗 45 真的 妹妹你来找谁呀 我叫荣依萍 来自于台湾 这次我要来寻找我的父亲 他姓荣 明志龙 一不说一句话 就抛下了我了 而妈妈跟我 在台湾等了您45年 45年前 父亲没留下一句话 就逆走了之 45岁的他 从童年到结婚生子 都梦想着 有一天能喊一声爸爸 是什么原因 让你可以这么狠心呢 我真的很希望 能够有机会见你一面 我知道母亲 她承受了多大的社会压力 包括抚养长大 我真的很希望 能够有机会见你一面 她在45年前的时候 我还在妈妈肚子里 然后在当时的震荡底下 她很思念 家乡 所以她就 她就回来这了 她在大陆 对 你具体知道她是哪个省 哪个县吗 无锡 无锡 对 这45年 你们一直没有联系吗 坦白讲 李老师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 是个私生女 我印象特别深刻 是在我五岁的时候 当时大过年的大年初二 大家欢欢喜喜地在过年 我的表弟跑来问我 小平啊 为什么 你都跟姥姥住 你爸呢 我答不出来 我说因为姥姥喜欢我啊 结果 表弟就跟我说了一句 哈哈哈哈 小平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小孩 当时 我在房间里大哭 妈妈进来了 我跟母亲两个抱着头痛哭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凡事都要好 我不能让人家看不起 我在求学期间 没拿过第二名 然后是模范生 找大陆这个爸爸 是妈妈的心愿 还是你自己的心愿 其实妈妈对他 应该是恨之入骨 你想想看 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 因为我自己当了妈妈 我体验这个感觉 孩子在肚子里 十个月的时候 突然先生不见了 然后他被接受审讯 他把家里 所有的照片都撕掉了 我一直以为 妈妈肯定做了坏事 我给人家看一张照片 这一张是在我姨姥姥家 我有一次在翻相片的时候 我看到的 然后我就问说 这是我妈她旁边这个 然后姨姥姥才告诉我 我爸爸的故事 然后爸爸来到了大陆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整个被 禁足在台湾 一直到我结婚 自己当妈妈了 我才觉得 人生有些事情应该要放下 我在我25岁那年 我第一次来找爸爸 我在荣氏家族 上海图书馆的荣氏家族的族谱 我翻到了爸爸的名字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俊龙 我是有根的 我不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我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我也不是妈妈被人欺负之后 生下来的私生女 也许我很多的朋友 他们会认为 父亲把妈妈跟我抛弃了 我应该很恨他 可是我觉得 我爸爸一定有 他心中的苦衷 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他只是在他当时 选择了一条 他自己想走的路 他也想要圆他自己的梦 否则他应该会等着 看我一眼吧 出生 他为什么选择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人就离开呢 也许他怕看了我 他就走不了 他这些没跟你妈妈说吗 走之前 没有 夫妻一场不交代 所以就是因为完全没有讲 妈妈也受了不少苦 听说妈妈今天也来了 我们请妈妈来 上场来 台湾的老妈妈 我去牵他一下 好 好 妈妈那么漂亮 请妈妈坐在这 妈妈真漂亮 老师好 我腿不好 不站起来了 他回来寻亲找爸爸 你愿意吗 我心里可以说是 百分之百不愿意 可是毕竟 我疼我这个女儿 不管她 做任何事情 都愿意了 都不会反对 就这样子 你为这个女儿 感到骄傲吧 对对对 虽然我的先生 龙子龙 他那么无情 可是呢 老天爷给我 这么优秀的女儿 女儿长得像爸爸吗 有 我看照片挺像的 阿姨后来这么多年 你一直没有再婚 因为她受过伤害 有人也有介绍了 本来也是 只要有个正常的家庭 可是我现在就学 就是聪明了 就是要看我女儿喜欢 可是我现在其实我觉得 我很对不住妈妈 对不住妈妈 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人的医生 身边应该都要有一个人 能够照顾她 虽然我在照顾她 可是 不一样的感情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小的时候 阿姨女儿说对不起你 没有 是我对不起她 我不晓得有这个样子 假如说有这个事情发生 我就 我可能就不会把她生下来 在这过程当中 母亲跟我 如果以家的角度来讲 我们两个女生 应该是受害者 可是说实在话 我的心中对我父亲 没有恨 我不知道 爸爸这么多年来 在这里她是怎么过的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栽婚 我不知道她身边 有没有人照顾她 不管她当时 是因为什么原因抛下 我现在都希望她能够好好的活着 其实换一个角度 你愿意做一个知情人 还是愿意做一个不知情的人 那时候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 但是面对选择的时候 做一个知情人容易 还是做一个不知情的容易 我想这个当中可能因为处在一个特定历史环境当中 她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 但我觉得女儿好就好在什么呢 她不是把这种爱压抑下去 她要找生命的确认 她去一条一条的找脉络 是什么 每一个生命都需要被确定 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我必须还自己一个清清白白的东西 来 站起来勇敢地面对这个大门 您不说一句话 就抛下了我 而妈妈跟我 在台湾等了您45年 准备好了吧 妹妹 45年了 我希望我能够真正过一回 有爸爸的父亲节 好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我希望你能够真正过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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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厌我就知道会看到你 为什么是你出来 我不想要现在看到你 荣女士曹阿姨 45年的等待 45年的期盼 我知道你们已经拿这个平台 当最后的希望了 所以我又怎么能 不带给你们一些结果呢 我们来看几张照片好吗 能认出来吗 你超会把我的耳朵跟我爸特别像 从前姥姥讲的时候我不知道 今天是一张放大的照片 真的 你看 这就是爸爸的照片 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 当我们找到爸爸的时候 据了解 在1979年 爸爸就已经过世了 那个时候我才八岁 但是呢 今天 也从家里给你请来了 一位亲戚 当年爸爸在世的时候 他们一直陪在爸爸的身边 我们让他们来给你们讲讲 当年爸爸的事 好吗 好 谢谢 请开门 我是你姐姐 我在后门看到 我已经锁不了了 我是 永世龙的女儿 也就是你爸爸 最好的 哥哥的女儿 你父亲 后世都是我跟我父亲 收拾的 也是 可是他才只有活了 那么短的生 是不是 那特殊的年代 造成了 妈 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里 孙孙 孙孙 孙孙你好 我早就看过你的照片了 我那时候才12岁 我跟他相差 大概是整整10岁 我是61年生的 苏东来 请阿姨他们过来 你刚才我们听到 1979年 你的叔叔就去 1月28号去世的 因病去世了 对 他从台湾回到大陆 又成家了吗 没有 没有 对 他知道他还有一个 没见过面的女儿 那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 就是他有一个 未见过面的女儿 那时候 那时候提到他妻子吗 因为我太小了 那个是动荡年代 他为什么要回来 一个是要见奶奶 因为奶奶是63年去世的 他不知道 因为那个年代 没有办法沟通 第二个呢 他是可能也是想团聚吧 很心疼爸爸吧 我觉得爸爸没有想过 辅就这样过 是真的太可怜了 嗯 可是 走的时候身边没有 真的就像 大家讲的 那是他的选择 他有他人生当中 他最想要圆的梦 那他毕竟他也圆了 我相信他应该也没有遗憾 那我的遗憾 没关系 以后靠姐姐 再帮我把它补起来 妈妈觉得 遗憾吧 遗憾 遗憾 非常的遗憾 今天来到央视 本来有看到是一个 你们都目录说 等着我 我会想说 等着我的话 我回来了 我本来是想要这个样子 我回来来看 带着你的女儿 可是今天的结局是 今天大家 现在就是永远了 身边有两个女儿 抱抱妈妈 真的谢谢 谢谢你照顾 妈妈 我们陪着你了 谢谢 请走向那个大门 丁老师 谢谢 海峡两岸 二十多年前 其实就有一些这样的故事 回大陆 回台湾 牵挂 亲情 但是到现在 我们再遇到这样的故事 仍然是心里难以承受 无论在台湾 无论在大陆 你觉得团圆是一个 本来很简单的问题 就因为海峡两岸 团圆总是不那么团圆 父亲 父亲逝世 让相见变成了遗憾 栏目组应当事人要求 与他们一同前往祭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我终于有机会 亲自在你面前 爱你一生爸爸 要是再多等几年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女儿是多快巧 多优秀 多孝顺 可是我们在这种场景 看到的这种只是一个墓碑 我们的恨就到此而止 有请下一位求助嘉宾 有请 慢点啊 脚下有一个 对 李平老师你好 你好 很不礼貌 我这个站不起来 老先生 靠近我坐一点 爷爷您好啊 您多大岁数啊 九十了 天呐 九十二 九十二 你看看我有多大 我看一堆快五六十了 五六十 到底是五十是六十 你现在 你不想是六十了 哭我也差不多了 哦 你说对了 我五十六 老先生您这个九十二岁 这还穿着军装 这戴着奖章 这说明您过去是一位老兵啊 老兵 是哪个年代的 是 波威 你还去过朝鲜吗 去过 哦 那是真正的老兵啊 身体很好吧 身体不错 耳朵也很好啊 专业回来 当入村又 当三十年支部书 您 这是带着谁 给我介绍一下 她是谁这么漂亮 这是小孙女 小孙女 啊 这是拐杖 啊 您找谁啊 来这 六十七年 我养到你们的 老展又 老六都 现在我 回去了 我们在一起突围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我们几个 你只要死到一块 老展又 六十七年 没有见面 我老想你们啊 你怎么才想起来找 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不找啊 整天都想 想着活去的 没有办法 哦 整天想 你的这个战友 是和你同班的吗 叫什么名字啊 第一个是我的老指导员 老指导员 家是山西建筹人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 刘晓霖 刘晓霖 他是干嘛的 刘晓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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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官都比你大呀 都给我大 那人肯定比你岁数大吧 给我大 比你大 我大时候 一人是四小青人 哦 大多少岁 六十七年 我就嫁他们了 六十七年前 给一人到最后突围 我三个大人 他还拉着我的手 冷白乎 我们四小四到一块 又重复 又重复 试掉练习 一直不停 哦 从那战场上分手 再没见过 那他现在如果活着的话 应该一百多岁了吧 一百多了 早应该找 这都找晚了 早就考虑援朝去了 又 考虑援朝了 考虑援朝回来以后 你当织部书记 这三十年就应该找 过去找了 都是窝窝窝 听说 保证了 哦 没有消息 哦 你这两个战友 算不算你最惦记 最想念的人 是的 是哈 生活觉得幸福吗 幸福 你知道 我们的幸福 是来自哪 是你们保家卫国 给我们打下的 我是 也是 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 哦 你的幸福是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 哦 对 你是党员吗 是的 老党员 对 建设新中国 你也出力了 我在朝鲜 看文元社 我是 叛级大公益 走过去 是哪个 哪个 这两个是那个 这是看文元社纪念章 这位有个狗 这是和平狗 逼着美国人挑战 停战 他前子了 一前子了 这次看文元社 挑战 挑战 他成功了 不大了 爷爷经常给你讲 他们的 对对 不对的故事吗 是的 从小就记忆中 从记事开始 爷爷就一直在讲 讲革命 讲战争 讲那时候的战争的惨烈 然后打仗过程中的那种困难 然后他们战友与战友之间的情谊 一直都在讲这些 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件事啊 其实有很多事情 印象都很深 然后呢 嗯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 打运 有一部书叫 《雪战吞子诊》 哦 写的就是他的 当时 可能是四七年 五月 五月初五 那一天就是 呃 吞子诊战一开始 嗯 战争非常非常惨烈 然后一直持续了到 五月七日晚上 就是等于持续了两天两夜之后 然后 呃 当时所有的人都 都被冲散了 王志和刘晓琳和爷爷 他们三个就又奇迹般地聚到一块了 聚到一块了 当时那个指导员王芝 就是也很激动 也很感慨 可能就是蹲到那儿哭掉眼泪 然后刘晓琳拉着爷爷的手说 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 然后就是说完这个话没多久呢 又过来绞杀 他们又就各种跑 有一个枪打着爷爷的额头 爷爷没有跑掉 就是留下了 就是从那一次一直至今 就没有 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刘晓琳当时 这样的大手都大 一直在阵队上去 拉着我的手 人们说我们死要死在一块 又从我拉着刘晓琳的医生 若是抗击击击击 拔一个没有拔一个 突然一下 透过扣刘晓琳我也丢手了 也就是就打着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练习去直播去 从那以后就再没联系上 没有 你很想念他们 一直在找他们 今年 小时候找到他咱这一程 能够咱去国际的革命迁就 这他确实都有了 老小家的话 对战友的想念 67年了 林玉文老人从未停止 他们是枪林弹雨中 生死与共的兄弟 他们是立下生死继约的同袍 67年了 林玉文老人经常回忆起 在战场上的一幕幕 尤其是对握枪开枪的技巧 至今都了如指掌 听说你是神枪手啊 你拿这个笔划笔划 当这个当枪 你怎么射击啊 拿着枪 怎么射击了 布枪又布枪 机枪又机枪 你先弄个布枪我看看 先放我 放我立正的扣领 放我立正扣领 啪着立正 你这样 射击 接着说 也可以说 啪 枪出这个 很协调 上都动 地也脚也动了 你说我原来不是这 不是点就这了 侧面了 手举起来了 这地也给我强下 肩膀还很有力量 变变 变 变 啪 行了 啪 这一圈 这都算 哦 我以为我来说 说爷爷回到村里之后啊 就是经常就用嘴学各种枪声 是这样吗 放枪怎么放 变变 当时跟人一口香 蹦 坐在这 蹦 蹦 这么小的声音 一口一口一口 叭叭叭叭叭 这声音盖完嘴 哦 那这鞭炮声哪个大 他格外吹 格外吹 拔一炮 拔一炮 拔二炮 上里头一转 我比较几千公尺 预备放 上里头一转 痛 二踢脚啊 他想着说一声 他都夹了一转 有一点的程度 到前面以后 跑到一条路 要跟这摸到 管爷爷就一摸到我们 别摸到我头上 爷爷离开部队以后 想念部队的生活吧 可想了 现在我都想见这 战友 想多见了 这样都等一段 说说会去去欠庆 其实爷爷在打仗的时候 就是本来爷爷是不识字的 就是打仗前不识字 但是后来打仗回来之后 还跟我们说有朝鲜话 还会说英语 这敌人能听见 叫他投降怎么说 你说就是 这就是英语 我们学院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那你听他跟他说 你这三国语言都可以啊 三国语言啊 朝鲜话 朝鲜话 英文 中文 什么 你什么学历啊 大学文凭 我高梁地毕业 高梁地毕业 这个老爷爷 其实文身上下充满了故事 他现在故事太多了 他这么会儿功语 说不完这个故事 他真说不完他这一生 传奇经历 这么乐观 这么健康 记忆力这么好 叙述条理那么 发生 声弱红中 92岁 鼓掌 爷爷 你来找的这两个战友啊 一百多岁了 那个要没找到 你不会大哭吧 心里是不好受 心里不好受啊 最后是教授 那个价格比 这一辈子 哦 这真正不住 那我爸爸 那不是胖的啥 也没办法啊 其实爷爷挺清楚的 孙女扶着你 走向那个大门 看看里边有谁 你不是找战友吗 嗯 进去看看有没有 好 慢点啊 你给你 慢点 慢点 除过一会儿 我们几个时间 你只要四楼一块 准备好了吗 老加油 六十七年不就改变 我老兄姐妹 语言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这次心很灵芽 法人 喝酒 此gar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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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您好 是这样 您要找两位老战友 因为年代太久远了 线索太少了 所以呢 刘爷爷 我们暂时还没有帮您找到 对不起 但是呢 另外一位王志爷爷 我们找到了一些线索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好吗 您来看看能不能认出来 来 您看看这张照片 有点认不太出来 这是因为六七十年没见了 六七十年没见了 这个就是我们辗转帮您找到的 王志爷爷 但是呢 确实因为时间太长了 我们了解到 王爷爷呢 在九零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九零年的去世了 但是家人给我们拿来了一些照片 您再看看 好吗 您再看看一些照片 您看看大屏幕上的照片 您看看 这个能认出来了吗 就是这是王志爷爷 这个就是王志爷爷 是吗 那个就是他的老伴 当然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 我们再看看他们全家福 这些 人丁兴旺 特别的幸福 幸福 他们的家人说呀 今天不能赶过来跟您见面 很抱歉 但是过一段时间 就来看望您 他们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 让我们转达对所有老英雄的问候 再见 方便请爷爷过来 这样吧 咱们那个全体起立好不好 向咱们的老战士 老苦功高的老英雄 抱以热烈的掌声 致以崇高的敬意 感谢你们 爷爷还是挺失望的吧 孙女 我们这小孙女双眼含泪 挺失望的吧 爷爷 挺失望的吧 有希望了 你看爷爷 王志虽然去世了 但是他留下一大家的人 你别失望 他为什么哭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哭了 他是替你难受 他希望打开门 能满足你的心愿 是因为这个哭吗 孩子 觉得爷爷失望了 因为那个 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爷爷的一个心愿 然后就 就是可能 因为爷爷经常也说 自己 就是想的时候 想着老战友的时候 自己在一边流泪 就是有时候 我想想爷爷那么大 年纪一个人 自己想着老战友流泪 然后我就 也特别希望 能帮爷爷能圆这个梦想 是心愿梦想 哪怕找不着王志 找不着指导员 他的后代能来看看 对对对 老爷爷你好 您的那个故事 非常感动我们 我们等着我南部组的 圆梦基金 支助您一万元 对您表示感谢 好不好 贵啊 我贵啊 那个泥皮啊 泥皮 我现在生活的 这个中国爱国佣军促进会 下面有一个关爱老兵基金 也给这位老兵一万元 祝您度幸福晚年 谢谢 谢谢 刚才听了革命前排的这个世界 非常震撼 为了支助更多 支持这个栏目 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团圆 我们江苏金石元九业银公司 决定给 等着我 圆梦基金专资五十万元 谢谢大家 感谢国家 感谢他 我可不咬钱 你不要钱不信 这个钱呢 表示了他们 以及代表我们现场观众的一片心意 您老人家收下的是我们这个心意 好吗 对 你拿着 我们心里就觉得特别温暖和安慰了 那个尼老师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名单 就是 我家里生活很好 我们有 家里生活很好 我们有一个名单 就是当年打仗的时候 就是在爷爷身边牺牲了 然后爷爷把他们背下来的 然后是有一个人员名单 我爷爷是希望能找到他们的后人 然后可以告诉他们 你们的父亲当时是在哪里牺牲的 这个名单现在在哪 在那个 爷爷装的口袋里 李玉文老人退伍后 始终挂念着那些 和他一起冲锋陷阵的战友们 67年 他不停地寻找 寻找他亲手埋葬战友的家人 希望有一天 他们的战友们能够早日回家 要是还不少呢 46年47年的 这都是爷爷亲 好 这个资料非常珍贵 我们对书东 我们现在来下一步 就帮爷爷找这个名单上的这些人的 后代争取 再完成爷爷下一个心愿 好 我们再提大家全体起立 欢送爷爷 好 谢谢 爷爷 好 大家请坐 因为当过兵 离开部队多少年 这个军力就如此的打动我 我都不敢看爷爷 我都不敢看爷爷 手放在这儿 我一下子觉得 是一个有血气的军人 为祖国奉献过他们的青春 今天无论他有什么愿望 虽然今天其实挺失望的他 没有找到什么 但是我们内心觉得 我们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 一个民族的婚 今天高兴 今天高兴 最后永远高兴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 也可以登陆宝贝回家寻资网 或加入等着我官方QQ接待群 进行登记 我叫冯美 我找我们的儿子张静 张静18年前 在南京上学期间走私 之后与家人失去联系 至今要无音信 张静本人见到起事后 请赶紧与家人联系 如果不愿意回到入冬 就报个平安也好 家中还有一个91岁的奶奶 日日夜夜在等着孙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家人